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路吧 意料之中的结果 不如说 这就是我的日常 我会让你们 化作鸡粉 灯给我的印象比较像个黑道特工那种吧 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想 用特殊剪裁的黑道制服来搭配黑丝 用黑色作为它的主色调 那样也会比较酷 作为七术中 唯一一个仅凭肉身与道具 就能与尹对抗的成员 叫他一声姐 一点也不为过 灯现在的名字 来源于与尹在对抗的专业组织 灯组织 而在组织覆灭后 他不仅继承了组织的名号 还内化了闭嘴做事的组织文化 毕竟高冷的人看上去比画牢更可靠 因为他的性格比较较真 富商也要坚持完成任务 所以身上也会有一些 崩带和破损的设计元素 为了表现杀手的压迫感 我们还为他做了一些细节的设计 胸口和披风上眼睛形状的花纹 还有背后的组织徽章 都在映射杀手的职业特征 当灯进入战斗准备时 头发和眼睛会发出绚烂的光芒 犹如一盏黑夜中的明灯 如果人的恐惧会招来影子 那么灯发时间的光 正是由影子的恐惧汇聚而成 灯擅长使用各种枪械 对敌方进行打击 它的战斗概念是 残影枪术和弹药规划 我们想表现灯在枪械上使用的 如火存心的技术 每种枪械 都为它设计的不同的动作设计 速射弩明巧轻易 限弹枪赤大力程 而冲锋枪则高速持久 这支武器的枪口 以及弹夹的形状 都比较特殊 这里有点像浮人机的压角 而它的弹夹则是现场的形状 使用了很多复古的元素 去代表篮球背后的那个时代 作为预影七处之一的灯 它会将自己的枪械能力 和影的技术相结合 在场上分出多重影子 闪转腾锣之间 残影尽出 它们各持不同的枪械 对前方的敌人倾斜出 狂风暴雨般的火力 而枪林弹雨之间 敌人灰飞烟灭 靠领尖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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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这道光 烧尽一切 不过帅归帅 这种姿态也未断得 带来了不少困扰 比如在需要隐秘行动的场合里 灯时常会因为战役昂扬 不小心发光 让敌人有所察觉 最终令此战升级为正面对抗 他也因此被路人当作 不屑于使用小手段行事 而受到敬重 当然他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如果让他听到了相关讨论 可能会被追杀吧 我从不在无谓的战斗上浪费时间 就像这样 感谢观看